大家好,欢迎观看《读书片刻》。 这天我正常下班回家,和往常家里热闹温馨的氛围不同, 公婆、老公低头坐在桌边,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个孕妇。 这是谁?我问道。 老公抬头和我对视一眼,又连忙垂下头,表情心虚。 一旁的公公长叹一声,忽然抄起拖鞋朝他儿子砸去, 边打边骂着,打死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我林家的脸要被你丢光了,婆婆一拍大腿,忙去拉劝, 可消停点吧,左邻右舍都竖着耳朵在听呢。 我下意识看向沙发上的女人,女人见我看她, 翻了个白眼,继续刷手机。 此情此景,饶氏我在迟钝也立刻明白了, 我老公出轨了沙发上的女人,他们还有了孩子。 爸,您别打了。 我出声制止了眼前的闹剧, 他们三人又重新变回原样,低头坐着。 你有什么打算? 我问老公林涛。 林涛烦躁地抓了把头发, 七七爱爱道,我也不知道, 主要丽娟的肚子月份大了,需要人照顾。 我,我,我不再问她什么,只让她带丽娟去客房休息。 安置好丽娟,我们一家人又重新回到客厅。 婆婆叹了口气,拉着我的手,满脸歉意, 嬉嬉你放心,妈只认你这一个媳妇。 只是,这女人虽然可恶, 但肚子里的孩子却是无辜的,无辜。 可这场闹剧里,谁又是有辜的呢? 你看啊,妈是这样想的, 这女人妈是绝不会认的, 到时花点钱打发了。 正巧你和林涛结婚两年没有孩子, 这孩子生下来认你做妈, 你也没压力了, 这样好不好? 婆婆想得这么周到, 哪有不答应的道理? 我乖巧地点点头, 都听您的, 就这样,杨丽娟在我家住了下来, 为了应付邻居的关心, 婆婆对外称她是自己的遗旨女。 杨丽娟还算安分, 每日吃完饭就回房, 对我公婆态度客气, 对我却不理不睬。 但我并不介意, 我像往常一样, 每日清早给全家做早饭, 给老公准备带去单位的午饭, 有时,老公会感激地抱住我对我说, 谢谢, 然后我再温柔地嘱咐她, 路上小心。 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家里多了一个人而改变, 但那个人并不乐见于此。 杨丽娟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间越来越长, 晚饭后, 还会拉着林涛陪她散步。 这样一来, 邻居们的好奇心可按捺不住了, 毕竟, 哪有侄女在姨妈家待产, 还总是拉着表兄一起散步的。 叶熙, 不是阿姨多嘴, 我和你婆婆几十年邻居, 没听说她有一侄女, 那女的一看样子就是外地人, 你要当点心, 隔壁的王阿姨悄悄对我说。 我笑着解释道, 我婆婆有个小妹妹, 早年嫁去外省, 这个真是一侄女, 王阿姨撇撇嘴, 意味深长道。 你呀, 别被卖了还给人数前优, 我眨了眨眼, 同样意味深长道, 您放宽心, 等着瞧吧, 上班的时候, 我妈也打来电话, 一上来就问到底怎么回事。 我一边感慨农村八卦的传播神速, 一边将事情原委告诉她, 林涛居然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 他们一家都不是好东西, 心这么黑, 居然让个贱女人住到家里, 你还帮他们瞒着做什么, 直接闹大, 离婚。 反正丢脸的是她家, 我妈喋喋不休地骂着, 全然忘了当初逼我回老家 相亲时说的话, 我给你向的这户人家都是老实人, 上次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是我不能生育, 我忽然说道。 说完这话后, 电话那头就安静了, 过了一会儿, 听到我妈压低声音道, 他们家知道吗, 那女的都怀孕了, 你说呢, 我回答。 电话那头又安静了, 过了会儿, 传来嘟嘟的盲音。 我愣神片刻, 将手机放回口袋, 转身回办公室。 第二日是周末, 我妈一大清早, 提着一条鱼来我婆家。 林涛忙从我妈手里接过鱼, 笑着说今天自己下厨, 让大家尝尝她的手艺。 我妈满意地道, 林涛真懂事, 婆婆笑着回应, 以前懒得很, 娶了嘻嘻后才知道体贴人, 两人和往常一样, 有说有笑。 这时, 杨丽娟挺着个大肚子走下来, 她嘴角擒着冷笑, 静止走进厨房。 场面瞬间冷了下来, 婆婆尴尬地看了我一眼, 我将一个包好的橘子递给我妈, 刚买的蜜橘可甜了, 快尝尝, 是啊亲家母, 尝尝, 婆婆也顺手拿起一个。 我妈接过橘子, 又恢复了之前的笑容, 边吃橘子边压低声音道, 这外地人就是野蛮得很, 我昨天在短视频里刷到, 一个外地媳妇因为和婆婆吵架, 就把婆婆给杀了。 泽泽, 你说, 这还得了, 她说着便把那条短视频 推送给我婆婆, 还催促她看看。 婆婆打开手机, 看完那条短视频, 没有说话。 这时, 林涛端出她做的酸菜鱼 招呼大家吃饭, 原本都是在房间吃饭的杨丽娟, 也坐到了林涛的左手边。 一顿饭吃完, 我妈借口将我拉到卫生间里, 手指戳着我的脑袋, 低声呵斥道, 你个没脑子的东西, 居然让那女的上桌吃饭。 我颇无奈地掰开她的手, 委屈道, 我能怎么办? 我妈跺着脚, 恨恨道, 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你怎么就不能生呢? 改名去大医院看看, 可以坐室管, 没钱就和妈说。 但有一点, 绝不能让林家拿这个理由离婚, 否则我和你爸就不要做人了, 知道吗? 我点点头, 知道了, 绝不让咱们业家丢人。 我妈这才叹了口气准备回家, 临走前不忘叮嘱, 我要看紧林涛的钱, 别再像以前那样傻乎乎地各管各的了。 在金钱上各管各的事, 我和林涛婚前就约定好的, 结婚这些年, 我们都很好地遵守了这个约定, 所以我不想在这个时候打破它, 尽管随着杨丽娟的肚子变大, 需要林涛带着去产检, 还要时常买些代产的物品回来。 杨丽娟在这个家活动的痕迹也随之变多, 他不再躲开我, 甚至还会在我做家务时, 磕着瓜子和我聊天。 姐, 你这副模样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请来服侍我的保姆呢? 他说。 我继续手里的是, 答, 你住在我家, 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他扯嘴笑了笑, 林涛说了, 等我生了就不用麻烦你了, 不会生蛋的鸡留在家里, 只会浪费粮食。 你说是不是, 我也笑了笑没再理会他, 只和往常一样, 做着我该做的事, 孝顺公婆, 伺候老公, 邻居阿姨一如既往地夸我懂事, 公婆也一如既往地眉开眼笑。 所有人都开心, 只有杨丽娟的脸越来越黑。 这天我刚下班回家, 就感觉到沉闷的氛围, 客厅一片狼藉, 二楼客房里传来隐约的争吵声, 公婆呆坐在沙发上, 表情严肃。 妈, 这是怎么了? 我问。 公公冷哼一声道, 还能怎么了? 找事撒泼呗, 我就说外地女人要不得。 你们海, 婆婆连忙拉了拉公公的衣袖, 打断她的话, 公公甩开她的手, 回到自己房间。 我让婆婆也去休息, 自己留下来收拾凌乱的客厅。 这一夜, 林涛早早就回了房, 我们躺在床上, 她从我背后拥住我, 将头埋在我的颈边, 喃喃道, 嘻嘻, 你真好, 我也回身拥住她, 凝视着黑暗, 柔声宽慰, 都会过去的。 接下来的几天, 杨丽娟也不再忍耐, 俨然一副女主人的姿态。 随着预产期的接近, 她每天除了散步, 做促产的运动, 就是指挥林涛和我公婆干着干哪, 顺便巡视挑我的毛病。 林涛被折腾得不轻, 这些天都是愁眉不展, 我就让她和朋友出去喝喝酒放松下。 其实林涛每个月都会和朋友外出聚会, 为了不被公婆说教, 我都以她加班为借口, 帮她搪塞过去。 这次公婆也很习惯地接受了林涛, 因为加班夜不归宿, 但忽然发动的杨丽娟却令大家始料不及。 杨丽娟并不是自然发动, 而是洗澡时不慎滑倒, 撞到了肚子, 顿时疼痛不已。 一直以来, 为了避免遇到熟人, 林涛都是带杨丽娟去林县的医院产检的, 生产也同样约了那家医院, 路上花了近一个小时, 等到那时杨丽娟已经见红了。 杨丽娟躺在病床上挂着催产素, 疼得哇哇大哭, 嘴里一直叫着林涛的名字。 我给林涛打了数个电话, 都没人接。 直到半夜, 电话终于拨通, 那头传来一道冷淡的男生, 林涛的家属吗? 他涉嫌嫖娟被抓, 请到县派出所来一趟, 嫖娼, 我惊叫出来, 不等我细问那头, 就挂了电话。 嘻嘻,怎么了? 谁嫖娼? 公婆凑过来问我。 我默然地看向他们, 林涛在县派出所, 那边让我去一趟, 公婆亮呛了两步, 显然难以置信, 等回过神来, 婆婆连忙拉上床帘, 挡住其他人探究的目光, 慌张地问我该怎么办。 我让他们留在医院陪着杨丽娟, 怕他们忙不过来, 还请了个护工帮助他们, 然后一个人打车去了县派出所。 到了那儿, 我才了解到原来林涛昨晚和朋友在县城一家夜总会找小姐。 好巧不巧, 派出所接到热心市民的举报电话, 去查那家夜总会, 将他们都带了过来。 派出所里陆续有家属过来保人, 有人黑着脸一言不发, 也有人哭天枪地在叫骂。 我坐在办事大厅的椅子上, 静静地看着一幕幕闹局。 嘻嘻, 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回过头去, 公婆竟然找来了。 你们怎么来了? 杨丽娟怎么样? 我问。 公公甩甩手, 一时半会儿生不了, 再说有护工看着, 不会有事的。 嘻嘻, 林涛呢? 怎么这么久还没好? 婆婆焦急地问道。 我拉着他们坐下, 解释道, 他们还要走手续, 待会儿交了保释金就能走了。 忙活了一晚, 第二天凌晨, 终于见到了林涛。 她蓬头垢面, 一脸疲惫。 婆婆心疼地围过去地水地吃的, 公公看着儿子狼土虎咽的样子, 深深叹了口气。 忙完这边, 我们一家人又急忙赶去医院, 刚要进病房, 迎面飞来一个东西 砸在林涛头上。 林涛捂着额头, 看清地上的保温筒, 指着杨丽娟吼道, 你他妈又发什么疯, 不要脸得死渣男, 老娘疼得要死要活, 你居然出去找小姐, 见男人。 把我和儿子丢在这里不管死活, 一家人都不是好东西, 杨丽娟不甘示弱, 骂着骂着又哭了起来。 我孙子呢, 婆婆听她提到孩子, 忙问。 杨丽娟, 杨丽娟婴地哭着不说话, 隔壁床的产妇帮忙解释道, 你儿媳妇难产, 产成长再加上胎儿 本来就齐带绕井, 孩子生下来重度缺养, 送去抢救了。 什么? 婆婆捂着胸口, 对杨丽娟道, 你这孩子, 怎么不让护工给我们打电话呢? 人家跑了, 让她干点活她就生气不干了, 杨丽娟说, 婆婆皱眉看向我, 嘻嘻, 你找的什么人呀? 太不靠谱了, 阿姨, 我真是看不下去, 隔壁床的产妇道。 你儿子不懂事, 老婆都要生了, 还出去惹事, 你女儿好心请护工帮你们, 你们自己把儿媳妇丢给护工跑了, 现在不怨儿子, 不怨自己, 反倒怨女儿。 什么德性, 女儿? 我看向婆婆, 婆婆避开我, 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莫了用力拉起床脸, 呵斥身旁的儿子, 你还处着干嘛? 快去看看孩子啊, 孩子由于缺养, 虽然抢救过来, 但还要在新生儿科住院两周, 杨丽娟先出院, 回家坐月子了。 这段时间, 因为我妈身体不舒服, 我就住在娘家照顾她。 没几天, 林涛也跑来了, 她顶着两个黑眼圈, 说要和我一起照顾我妈, 我当然欣然接受了她的好意, 只是刚让她睡了一晚整觉, 就接到了夺命连环电话, 是她爸打来了, 说杨丽娟要打她妈。 我和林涛急忙赶回去, 原来两人给孩子患尿不失时发生了争执, 婆婆推了杨丽娟一把。 这一推又是一阵鸡飞狗跳, 杨丽娟骂林涛是欺骗感情的渣男, 骂公婆黑心眼, 绿茶婊, 骂我站着毛坑不拉屎, 害她儿子上不了林家户口。 晚上, 我沉默地坐在床头, 看着同样沉默着一直在抽烟的林涛。 林涛, 我们离婚吧, 你和杨丽娟结婚, 给孩子把户口上了, 我说, 林涛丢掉烟头, 坐过来抓着我的手。 希希, 你那么好事我对不起你。 你放心, 我不会再辜负你了, 我打算先和你假离婚, 把财产转到你名下, 然后和杨丽娟结婚, 把儿子户口上了, 再和他离婚, 让他滚蛋, 之后我们就复婚, 反正有儿子了, 你不能生也没关系, 你愿意帮我吗? 我侧身抱住他, 回答, 我愿意, 只是, 你的财产还是让婆婆保管吧。 林涛有些不自然地咳了咳, 你忘了, 我还有个姐姐呢? 是了, 林涛不是独生子, 她还有个嫁到万省的姐姐, 几年才回来一次。 林涛这次说干就干, 我看着银行卡上多出来的数字, 吓了一跳。 我爷爷在镇上的老房子拆迁了, 那房子是爷爷留给我的, 所以赔偿款都给了我。 本来是要告诉你的, 但一直没空, 你别介意, 林涛向我解释道。 我点点头没有再细问, 很快和林涛办理了离婚, 之后便一直住在我爸妈家。 我妈以为我被净身出户赶出来的, 直骂我没出息, 丢了叶家的脸, 让他们劳两口抬不起头。 我爸叹了口气, 早知如此, 当初就不逼他回老家, 我们跟着他去城里定居, 周围谁都不认识谁, 也不用听闲话, 杨丽娟如愿和林涛结了婚, 但他们的日子却没有变好。 杨丽娟的儿子三个月体检时, 被确诊中度脑瘫, 怀疑是出生缺氧引起的, 他把所有的错都算在林涛和他父母头上。 一家人几乎每天都在争吵, 不过这一切都已经与我无关, 我依旧过着我的生活, 还请了一周的嫁去省会南州市旅游散心。 等我从南州回来时, 却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林涛杀了人, 他把杨丽娟活活打死了。 我再次见到他时, 已经是一个多月后, 林涛剃了平头, 穿着蓝色的球服坐在玻璃的那面。 当他看到我时, 原本死记的眼里又燃出希望, 他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 希希, 你救救我,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他杀人证据确凿, 医神已经被判了死刑。 我很同情他, 可是, 我能有什么办法? 你用我给你的钱, 去找最好的律师, 再去通通关系, 肯定有办法的, 他急到, 只要不是死刑, 哪怕无期, 我也可以通过好好表现来争取减刑。 等我出来了, 就和你复婚, 我们再也不分开, 看他言之凿凿的样子, 好像马上就能脱罪一样。 我只好告诉他, 那笔钱被花掉了, 我已经没钱了, 那是我的钱, 你怎么能用? 他瞪着我。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提醒他, 所有的财产在那时就已经分割好了, 既然是给我的钱, 我想用就用, 他愣了一会儿, 忽然站起来, 夜希, 你因我, 我笑了, 我处处为你们家着想, 怎么会因你呢? 是你, 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 他忽然站起来, 锤打面前的玻璃, 不断咒骂着, 我要告诉我爸妈, 让他们天天找你闹, 你休想好过, 看守的玉井过来制止他, 粗暴地将他拉走。 看着他愤怒, 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笑着用唇语, 将一直以来都想说的话告诉他, 你, 是, 个, 大, 傻, 逼, 看守所外, 明媚的阳光笼罩着大地, 让人心身愉悦。 我拿出手机, 里面有条未读信息, 是我研究生导师发来的邀请信, 邀请我加入他在南州市的个人工作室。 我回复他, 我会准时报道, 然后我退出了消息界面进入相册, 点开一段视频, 视频里一个女人被两个人一左一右按在地上, 第三个人一拳一拳砸向女人的头。 我点击右上方的分享按钮将视频发送给在县宫安局工作的同学。 那三个人谁都别想逃, 我叫叶熙, 是南州大学心理系的研究生。 从小我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乖巧听话, 成绩优异, 爸妈带着我, 走到哪儿都是趾高气扬的。 考大学时, 我成功考入了985高校南州大学, 学习心理学, 并且直接保研了本校。 毕业前夕, 我的研究生导师准备自己开工作室, 并邀请我加入, 就在我欣然打算签offer前接到我妈的电话。 嘻嘻, 爸爸妈妈托人在老家县城帮你找了份工作, 老牌国企, 工作稳定又不累, 我当然不同意, 我有自己的职业规划和梦想, 但父母似乎并不能理解。 我们好不容易把你养大培养成高材生, 你就这样丢下我和你爸, 一个人在城里逍遥, 我妈怒道, 没有不管你和爸爸, 你们可以来城里和我一起生活, 我解释。 在省城我和你爸人生地不熟, 还得改说傲口的普通话, 爸妈半辈子都生活在老家, 你怎么忍心让我们一把年纪背井离乡, 一通电话不欢而散, 不管我怎么解释, 他们都不能接受我的决定, 甚至最后怒骂我是自私的白眼狼。 自私的白眼狼, 真是没想到一向在他们口中乖巧优秀的我, 竟然在毕业之际一下变向了另一个极端。 真的是我变了吗? 这个问题没来得及让我思考太久, 我便接到大姨的电话。 嘻嘻, 你妈忽然晕倒, 你赶紧回来。 我赶回去的时候, 妈妈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输液, 我爸, 大姨, 小舅, 大伯, 姑妈围了一圈。 爸妈生我的气, 不愿意理我。 大姨便主动充当和事佬。 嘻嘻, 医生说你妈是轻肚脑梗, 你可不能再气她了。 我走到病床前, 轻患了生。 妈妈, 妈妈看了我一眼, 别过脸道, 别叫我妈。 你不是都不要我们了吗? 坐在一旁的姑妈接着说, 嘻嘻, 你是独生女, 爸妈辛苦把你养大, 你也要知恩图报, 他们年纪大了, 养老就指望你了, 你不能光想着自己。 是啊, 嘻嘻大伯继续道, 你妈这次生病, 还是邻居家儿子帮忙送医院的, 不然还不知道会怎样。 哎, 造孽, 就连念过大学的小舅也说, 俗话说得好, 双亲再不远行。 嘻嘻, 你还是回老家工作吧,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这么多人指责, 一股前所未有的难堪在身体里蔓延开, 让我无所适从。 在这股茫然中, 我听话地去了爸妈给我安排好的单位, 顺从地和他们喜欢的老实人相亲。 爸妈口中的这个老实的年轻人叫林涛, 和我在一个单位, 是生产线的高级工程师。 林涛长的白静思纹, 初见他时, 彬彬有礼, 是长辈们喜欢的类型。 我们约会, 见家长, 然后结婚, 一切顺理成章。 婚礼上, 爸妈高兴地和亲朋好友喝酒, 享受着他们的恭维新鲜, 我又变回了他们口中的乖乖女, 一切都很美满。 婚后, 我按照父母的嘱咐, 孝顺公婆, 关心老公。 邻居们都对我赞赏有加, 公婆也对我很满意。 唯一美中不足的事, 是我结婚两年来, 却迟迟没有怀孕。 爸妈公婆都很着急, 因为总有好事的邻居追问。 他们都丢不起这个人。 我和林涛商量了一下, 决定悄悄去医院做了检查, 结果竟是因为我双侧书卵管堵塞。 其实书卵管堵塞并非完全不孕, 可当林涛问我检查结果时, 我鬼使神差地说了句, 对不起, 是我的问题。 他沉默半晌后宽慰了我几句, 神情却肉眼可见地松了口气。 其实我并非不想生育, 而是心中没有做好当母亲的准备, 想趁这个机会消停一段时间。 但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我的公婆却显然等不及了。 这天, 我因为身体不适请了假提前下班, 公婆的卧室传来交谈声, 还有林涛的声音。 林涛最近总是请假, 问他, 就含糊地搪塞过去, 现在看来这个家里有些不能让我知道的事。 我悄悄靠近他们的房间, 屋里传来我公公的声音, 真是倒霉, 你怎么娶了个不会下蛋的媳妇。 我们林家不能断后。 林涛, 你马上和叶熙离婚, 没等林涛回答, 婆婆的声音又传来, 你是不是傻。 你爸镇上的老房子刚拆迁, 这房子在林涛名下, 现在闹离婚, 万一被他家知晓, 不是要分走一半。 再说, 他刚查出来不孕, 咱家就和他离婚, 传出去有损咱家的名声, 不利于儿子再婚, 那绝对不行。 林涛的声音传出来, 我和叶熙财务分开, 他不清楚, 我手头有多少钱。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拆迁的事, 这就是我的婆家, 短短的一段对话, 已将我弃之毙履, 我默默退出来, 回到我自己娘家。 爸妈正在做晚饭, 看见我回来有些吃惊, 问道, 这个点儿你怎么回来了? 林涛呢, 我扯了扯嘴角, 应付道, 他要加班, 公婆走亲戚, 我就回来了, 妈妈点头, 让我坐下吃饭, 口中不忘嘱咐道, 在娘家可以吃现成的, 在婆家可得勤快些, 千万不能让人有机会说闲话。 不过妈给你找的婆家 是老实人家, 也掀不了什么大浪, 你看听爸妈的话, 回老家工作结婚多好, 你大姨他们都羡慕你呢, 从来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 让我觉得我的人生 就是场笑话, 我抬头看着仍旧滔滔不绝 说着话的爸妈, 或许在有些父母的眼中, 子女就是他们人生的装饰品, 一旦和他们的意愿相悖, 便是子女忘恩负义, 因为他们的付出需要得到回报。 那我的人生呢? 难道我真的要这么浑浑噩噩, 任人摆布地过下半生吗? 当然不行。 吃完饭, 我如常回到婆家, 老公和公婆也表现得一如既往, 丝毫看不出他们两个小时前 精明算计的模样。 之后的几天, 他们表面虽然装得好, 但细微处仍能看出端倪。 林涛不再频繁请假, 而是下班后和朋友外出聚餐, 潇洒自艺的模样, 想来那笔拆迁款到账了。 林涛时常用加班做借口和朋友去聚餐, 他以为自己做得隐秘, 可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 我们同在一个单位, 尽管分属不同的部门, 早就有人将八卦传到我耳朵里, 所谓聚餐, 实则是他们几个狐朋狗友, 狐吃海喝找小姐去的。 但我丝毫不在意, 倒是希望这把火能烧得更旺盛。 林涛也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没几天, 就有别的部门的小姐妹找我闲聊。 我最近看到你老公和产线一小姑娘打得火热, 你要注意些, 我很快就查到了这个产线小姑娘的底下。 她叫杨丽娟, 是个外地务工妹, 家里人重男轻女, 早早让她辍学打工。 这姑娘心高气傲, 一心想找个这儿的当地人结婚。 心高气傲的人, 最容易被摆布, 我对这个小三很期待。 狼友情切有意的两人一拍即合, 我就识相地在公司多家画班, 既能重新温习大学专业知识, 又给那两人疼了时间。 两人没让我等太久, 便有了最开头的那一幕。 杨丽娟仗着怀孕, 自然不肯再和林涛偷偷摸摸, 公婆虽然恼怒儿子干的是丢人, 却也设不得自家孙子。 我低眉顺眼地问他们准备怎么办, 因为我知道, 现在他们最怕我抓着林涛出轨的是闹离婚。 果不其然, 婆婆嘴上说着指认我这个媳妇, 还要将杨丽娟的孩子给我抚养。 实际上是拿我不能生养说事, 让我安分些。 我自然听话地答应下来, 非但如此, 我更加殷勤地照顾家里大小事情, 邻居们对我赞赏有加。 越是如此, 林涛一家越是小心翼翼, 对外称杨丽娟是自家移植女, 就连产检都不嫌麻烦地跑去林县医院。 周围的人对我越满意, 杨丽娟就越难受, 而我要让她更难受。 家里多了个不速之客, 消息很快传到我爸妈耳朵里。 果然, 他们一听说我不能生育就立马沉默了。 我妈借故跑来我婆家, 她是想试探我婆婆口风, 因为一旦我不能生育的事传出去, 又被离婚, 这辈子就难再嫁了, 叶家丢不起这个人。 一向强势的她忍着杨丽娟的挑衅, 旁敲侧击的拿短视频上看到的外地媳妇 杀害婆婆的事吓唬我婆婆。 这些老一辈的本地人向来对外地媳妇有偏见, 要不是杨丽娟怀孕, 公婆是万万不会接受她的。 我不动声色地看着两人的较量, 婆婆脸上一闪而过的僵硬让我很满意, 我知道短视频大数据还会推送更多的相关内容给她, 让她心里的那根刺扎得越来越深。 渐渐地, 杨丽娟不再甘心以客人的身份待在这个家里, 她拉着林涛同进同出, 时常出言挖苦我, 惹得邻居议论纷纷。 公婆很不高兴说了她几句, 她也不再忍耐, 挺着大肚子对公婆遗旨气势。 经常为了琐事和林涛争吵, 其目的就是逼林涛和我离婚。 但她真的太不了解这个男人了, 她做了二十多年的乖宝, 没有她妈发话, 是绝对不敢自作主张的。 林涛被她搞得烦不胜烦, 当她抱着我说我好的时候, 我只觉得又恶心又可笑。 杨丽娟在怀孕足月后便天天做促产运动, 又是跑又是跳的, 做一些高危动作, 就是想快点把孩子生下来, 用孩子逼林涛一家, 可怜的孩子在她心里就是个工具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那我就帮他们一把。 我以散心为由让林涛出去和朋友聚餐, 然后打派出所电话举报有人嫖娼。 而杨丽娟在她自己不懈地折腾下摔了一跤, 提前发动了。 之后的是如我预料的, 林涛被抓, 公婆心疼自己儿子, 将即将生产的杨丽娟丢给了护工。 我的本意除了让他们一家颜面扫地, 也想让杨丽娟认清这家人的嘴脸, 可她虽然大骂公婆和林涛, 但仍想嫁入这个家, 所姓名着逼迫林涛离婚, 否则就借着儿子大吵大闹。 既然这样, 我也乐见其成。 我静静地看着她坐天坐地, 将林家搅弄得天翻地覆, 公婆一辈子爱惜羽毛, 到头来还是成了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最终,林涛受不了, 她提出和我假离婚, 等她儿子上了户口, 就揣了杨丽娟和我复合。 为了防止杨丽娟分走那笔拆迁款, 居然主动提出将钱转到我名下, 因为她还有个姐姐, 是绝对不会给姐姐分钱的机会的, 一家人的如意算盘打得霹里啪啦响。 我自然欣然答应, 因为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至于那恶心的一家人, 我拿出手机打开偷偷安装的监控设备, 视频里传来尖锐的吵闹声。 客厅被摔得一片狼藉, 林涛他妈气得跺脚, 冲上前想打杨丽娟, 却被杨丽娟一把推开, 脑袋磕到茶几上顿时流出血来。 伤了他妈, 林涛是不能忍的, 他抄起一个花瓶砸了过去, 杨丽娟捂着头摔倒在地。 此时那一家人就像嗜血的恶鬼一般, 袭向杨丽娟, 林涛的父母按住杨丽娟的双手, 任由林涛一拳拳砸向他。 虽然我报了警, 但杨丽娟还是被那家人打死了。 林涛被抓判刑, 可笑的是他居然指望我用拆迁款救他, 还幻想着初遇和我复婚, 多么可笑的男人, 我只能告诉他多行不易避自闭。 离婚后的我通体舒态, 顺便借故休假, 去了烫南州市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重新应聘我研究生导师的工作室。 第二件事是用那笔拆迁款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 至于我的父母, 既然他们不愿来城里, 那就永远不要再来。 从此, 我将为自己而活。 之后的三年, 我都没再回过老家。 我在老师的工作室做助理, 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 在这期间, 我爸妈给我打了很多次电话, 一开口都是在诉苦。 开始他们告诉我, 村里的邻居总拿林涛杀人的事嘲讽他们, 看人眼光不行, 挑来挑去挑了个杀人犯女婿, 他们在老家抬不起头, 连门都不敢出。 东扯一句西扯一句, 我知道, 他们是想我能主动提出接他们来城里住, 可我静静地听着就是不接话。 果然他们急了, 又开始说我不管他们, 是个自私自利的白眼狼。 我笑了, 一对自私自利的父母, 怎么可能生出一个善良孝顺的女儿呢? 他们生我养我, 我不会不管他们, 但也仅限于此。 他们一开始就做出了选择, 现在就得为此付出代价。 我是绝不会接他们来城里, 再来干涉我的生活的。 然后他们又找来家里的大姨、 小舅、 大伯、 姑妈, 给我施压, 一次两次三次, 那些亲戚见我不为所动, 也不自讨没趣了。 毕竟他们的子女都大了, 有的要结婚, 有的要找工作,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能管得了别家多少闲事。 再说, 有个在大城市安家的侄女, 他们的孩子也能多条出路。 就连最看不惯我的大姨, 在我给他女儿介绍了个有钱男朋友后, 也立马改了口风, 女孩子就要在外面多见见世面, 才不会被男人骗。 你爸妈就是没见过世面, 才会相中那个林涛, 你就安心在城里工作, 你妈那儿我会去说, 看, 所有人都自私自利, 偏偏要求别人要善良, 什么逻辑? 至于我前夫那一家, 林涛故意杀人, 负主要刑事责任, 被宣判死刑。 他父母是帮凶, 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林家所有的财产 被变卖赔偿给了杨丽娟的家人, 听说杨丽娟的妈妈拿到赔偿后, 当天下午就给儿子定下一套房。 而林涛的姐姐 因恼怒父母弟弟 做下的丑事害她丢人, 自始至终都没有露面。 最可怜的是那个孩子, 杨丽娟的家人不肯抚养她, 最后只能被送去福利院。 日子一天天过去, 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从林家变成了别的人家, 他们总是乐此不疲地 聊着别人的八卦, 却又害怕自家成为别人口中的八卦。 还好, 我还有机会远离那里重新开始。